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 我是老五 今天这一期啊 跟大家聊点大事啊 不得了的大事啊 跟大家读一下这个外媒的这个新闻的这个标题 大家就知道有多大了 美日韩将以空前的规模回应朝鲜第七次核实验 这个标题大家有什么样的感觉 用朝鲜核实验了 因为我前一段时间一直在跟大家聊朝鲜如果核实验有利的是美国 对不对 现在这个标题告诉各位啊 朝鲜核实验了吗 因为你看美日韩都已经都说了啊 将以空前的规模回应朝鲜第七次核实验 结果呢 新闻里面的第一句话就破了梗了 第一句话他说啊 如果朝鲜进行第七次核实验 他们就会予以规模空前的回应啊 就是说朝鲜还没核实验呢 但是啊 他们已经拔高了掉门 我要空前的回应啊 大家感觉到美国人那种心急了吧 感觉到啊 这种外媒带来的美国人那种着急的心态 朝鲜你怎么还没有第七次啊 这个核实验呢 总而言之啊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新闻 那就是美日韩的这个外交方面的啊 这个三人副手啊 之间进行了一个会谈 因为美国的这边是谢尔曼啊 然后谢尔曼呢 谢尔曼同学大家都很熟 天津会谈的主角啊 对不对 还想要直接见王毅啊 你跨极了 对不对 但是啊 韩国和日本这边派出来的也都是外交部的副部长的级别 日本是外交部的事无次官 都是这样的一个级别啊 副手之间谈了些话 然后的话 这个新闻里面有一个照片啊 这照片很有意思啊 就美日韩三方的这个外交方面的副手 然后三方啊 把手都握到了一起啊 满脸的堆笑 对着镜头啊 对不对 看起来美日韩大团结 但是这张照片让我看的特别的凄凉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美日韩三国呀 你们真的是能够立一致 像你们表现的那样团结在一起吗 应对啊 自己最大的威胁 其实照片表现的越团结 咱们可以看到美日韩之间出现了问题啊 你从这个新闻里面都可以看得出来 为什么我说美日韩之间出现了问题 为什么啊 今天要跟大家聊这个新闻 而且啊 之前跟大家也提过啊 朝鲜挑衅美国啊 发射中远程的弹道导弹 还直接说就是冲着美国去的 而且还飞越了日本的上空 之前跟大家说过如何让朝鲜付出代价 对于美国的面子它很重要 对于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 它也很重要 现在看起来 很多同学可能会觉得啊 这是美国让朝鲜付出代价 重要的一步 但是我跟各位讲 就跟刚才跟大家聊照片一样 好可怜啊 美国人 日本人 韩国人 为什么这样说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啊 为什么说日本 韩国 美国啊 好可怜啊 那让朝鲜付出代价 然后的话能不能成功呢 其实一句话大家就明白了 谁先上 就这三个字 对不对 谁先上 是日本先上 韩国先上 还是美国先上啊 应对朝鲜的威胁 哈哈 谁先上啊 谁能让朝鲜付出代价 是韩国现在啪啦啪啦一动手 对不对 就弄了朝鲜 韩国有这个能力吗 之前跟大家讲过 韩国这个国家特别的脆 你不能碰 一碰就垮 为什么 你看起来现在韩国啊 那个五五有渣渣 对不对 什么失踪大王号的 这个驱逐舰 什么这个飞机啊 然后的话也开始有新型号的了 但是也是缩小版的美国的飞机 对不对 也是啊 靠着美国的技术啊 研发出来的 但是啊 有一个问题 看起来五五渣渣 研发什么新军舰 新飞机啊 有这个能力 确实有这个能力啊 你不能说人家完全没能力 看起来是这样 但是韩国太脆了 之前跟大家讲过 你的首尔也就是汉城 离朝鲜太近了 而且韩国的经济啊 百分之五六十 百分之六十啊 这种状态都是在首尔 也就是啊 在汉城这一个城市里面 稍微你的这个汉城 稍微出点问题 整个国家的经济都会受到 直接的一个影响啊 对不对 你离朝鲜太近了 朝鲜的火炮都用不着火箭炮 火炮都能轰着的地方 你说你稍微的惹急了朝鲜 给你放两炮 你韩国怎么办 太脆了 你知道吗 韩国这个国家 那谁能让这个韩朝鲜付出代价 如果韩国不可以 日本可以吗 日本对不对 先修宪 你先修宪去 回家把你们家那个宪法改一改再说 日本没有办法对外用兵啊 这个美国可以吗 美国如果可以 他早来了 美国如果可以 他还用得着跟日本跟韩国 在这满脸堆笑的 握着手拍照片吗 美国自己就上手了 这就是美国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 这也就是美日韩三国之间 最大的一个问题 谁上 美国人当然希望韩国和日本上 尤其是韩国 你惹朝鲜 朝鲜啊 给你来两飞 来两枚炮弹 然后的最好也来个核武器的试验 美国这个时候就happy了 对不对 赶紧啊 三星 对不对 然后的话 那个什么 SK赶紧把你们的这个芯片制造业 把美国 不然太危险了 朝鲜好坏的 对不对 朝鲜坏坏坏答 你这玩意 你还不把你那些东西搬走 你影响了全球的经济 这话台湾人手 对不对 所以说呢 美国人现在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个办法 能够让朝鲜人付出代价 然后的话 美国又希望从自己的小盟友身上吸血 那你说这个这个所谓的小同盟 他能够达成什么样的结果呢 美国又希望别人往前去走 你以为韩国和日本不希望美国往前去冲吗 当然想 非常想 尤其是啊 这个新闻看起来面对的是朝鲜 其实他面对的是背后的中国 对不对 你想想 面对中国 那日文 韩国啊 这个还有美国 你们三个谁先上呢 尤其是这张照片还带了另外一个意义啊 我看着是啊 满脸堆笑的三个人 三个啊 这个美日韩的这个外交方面的一些副手 看起来是这样 但是我看到的是啊 美日韩背后最大的这个贸易伙伴 都是中国呀 对不对啊 这个日本和韩国 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的啊 这个外这个出口都依赖于中国的市场 你怎么惹中国 对不对 美国这边啊 给中国的商品加税 这完全是政治啊 影响了经济 对不对 非得要跟中国博弈啊 政治影响经济 导致美国通货膨胀 对不对 你给中国商品加税 你的通货膨胀 你怎么解决 对不对啊 总而言之吧 咱们看到了这样的一种现象 就看到了出这个怪怪的 你知道吗 就很可怜那种状态 美日韩呢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都想对不对 借着这个朝鲜这个问题得利啊 这为什么这样去说啊 刚才跟大家说美国的目的嘛 然后朝鲜最好表现的好话坏一点 美国就可以直接从日本和韩国身上榨钱 对不对 起码军费要加 对不对 美国的影响力也可以伸进来呀 对不对啊 然后啊 这个这个美国在这得利 那日本和韩国呢 韩国也是啊 最近跟大家聊了 隐虚业啊 大胆的计划 对不对 特别的大胆 也要想要成为啊 这个朝鲜半岛上面的一方的霸主 对不对 压制住哈 这个朝鲜的发展 韩国有这个心 韩国是有这个心 而且韩国的方法很简单 对不对 给这个中国人啊 满脸堆笑 我很在意你 给这个美国人呢 向美国人要求 你跟我一起军援 军援对不对 拉着美国人啊 扯虎皮 你知道吗 拉着美国人吓唬朝鲜人 想要在这个朝鲜半岛成为一方的势力 这是韩国人所想 然后日本人呢 日本人想要的是什么 日本人想要的是 哎 在这个未来的这个经济啊 他能够好一点 对不对 日元千万别再超150了 好可怕呀 对不对啊 然后日本当然不仅是希望经济好一点 他也希望啊 在跟中国的博弈里面能够得利 日本人其实是最不在意这个朝鲜的 日本的人民啊 日本老百姓可能在于朝鲜 但是日本的官方他也知道 朝鲜想要惹日本其实也挺难的 因为距离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啊 所以说这就是啊 这三方心中所想的不一样 这就是啊 从这一个新闻 大家可以看到啊 咱们中国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有多厉害 你看起来这些盟友啊 所谓的盟友 大家聚在一起 我们都是盟友啦 我们利益一致啦 嘴上利益是一致的 但是本质上是互坑 互损 互相吸血的这样的一个本质 你这样的一个本质 你的目标 你又不一致 对不对 你看看这日 这美日韩这三方 哪个目标一致啊 哪个不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着险啊 这样的一个盟友 他真正能有力量吗 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有力量啊 发展才是硬道理啊 对不对啊 谁能带来发展 谁能让我们双方一起发大财 谁就是最棒达 对不对 你一美日韩 他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真的是能够啊 利益达成一致吗 达不成一致 你这个盟友 小盟友 小圈子就没有任何的作用 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新闻的里边啊 然后最开始跟大家说啊 就从这新闻里边都看得出来 这三方利益不一致啊 首先啊 这个路透社的报道 报道这篇新闻啊 他里边只提到了这个韩国人和美国人讲什么 他没有提日本人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不过呢 这个共同社里面有新闻 提到了日本人说什么 你就可以看出来 他们说的东西不一样啊 对不对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新闻 就是面对这个朝鲜的这个威胁 对不对 我们美日韩要做什么 啊 我们跟他拼了 不就行了吗 三方都说 我跟朝鲜拼了 朝鲜再坏下去 跟他拼了 很简单 但是哎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三方 美日韩三方竟达不成一致 就连路透社的新闻 只不过只是采取了美国和韩国的这个讲法 没有采取日本的讲法 咱们看看他们讲法有哪些不同啊 然后这个谢尔曼 也就是舍曼啊 然后的话 这个在在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说 朝鲜的肆无忌惮的行为 严重破坏地区的稳定 他督促啊 敦促朝鲜不要进一步啊 挑衅 这是美国的说法 然后韩国这边的讲法 赵贤东他说啊 我们一致认为 如果朝鲜推进第七次核实验 我们一定要采取规模空前的回应啊 这是韩国的说法 日本人呢 没有路透社的那边的新闻 没有提到日本 你这三方就也就三个国家 对不对 你都达不成一致 你不是 你笑话 你真的是笑话 然后的话 这个日本的这个讲法 其实是在这个共同社的新闻里面 有表述啊 这个森健良 他和这个谢尔曼举行了会谈 可是他讲的东西啊 跟美国人和韩国人想听的东西不一样 日本人想要的是什么 咱们从这个森健良的讲法 就有所感觉啊 首先啊 这个确认要七国集团团结一致 强力制裁 这个对额的制裁 支援乌克兰 这片汤话 你知道吗 跟你日本有什么关系啊 但是这个话也有意思啊 会跟大家解释啊 然后的话 什么双方还着眼于军事活动 日益活跃的中国和朝鲜 把中国带进来了 日本人在带中国 对不对 然后啊 这个什么 强化日美的同盟啊 什么 这个森健 森健良和谢尔曼也认为啊 这个俄罗斯的核武器 如何如何的啊 应对强化对台 施压的中国 又把中国提了进来 围绕朝鲜局势啊 然后的话 双方要要要开展合作 然后谢尔曼还表达了美国参与日本防卫的决心 哎 最后一句话有意思哦 就是说谢尔曼还表达了 向日本人表达了啊 参与日本防卫的揭讯 你就知道日本人跟美国人提了什么样的要求 很简单 就那一句话 日美安保条约 你美国如何执行 其实这是日本人向美国人提的一个要求 大家明白吗 其实对于日本人来说的话 现在的最大的一个问题 是你美国不中用了 对不对啊 然后的话 你钓鱼岛问题 中国的海警船天天在那晃 你美国的军舰呢 中国的055的大区 围着日本的各种海峡 别围 穿海峡 来回的穿 美国的军舰呢 对不对 中国的轰炸机都都围着日本岛 在那来回的转了 你美国的军舰呢 对不对啊 现在朝鲜的这个中远程的弹道导弹 过了日本的上空 你美国如何应对 大家发现没有 日本人跟给这个美国人提的 肯定是最直接的问题 日本安保条约 其实啊 大家要看 看一下日本国内的政治啊 之前说大家都知道 日本现在啊 派伐政治 对不对 各种各样的派 什么什么岸田派 现在也有了 对不对 什么安倍这边也有派 各种各样的派 然后的话 反正所言之啊 各种派互相的斗 派很多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 他们关心的东西很类似 你就像那个安倍啊 安倍大家觉得啊 这是一个对不对啊 对于中国非常不友好的派 但是安倍之前像美国的洛杉矶时报啊 然后的话啊 写了一封 写了一个自己的文章啊 供稿给这个洛杉矶时报 里面写的是什么 很简单 你美国要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啊 那个台湾这个问题啊 你美国不能战略模糊了 你要战略清晰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日美安保条约 对不对 你美国不能在这躲着不出声了啊 对不对 你得强硬起来 你得针对中国干了 对不对 不然的话呢 我日我日本怎么办 中国的海警船天天来 中国的军舰天天来 中国的轰炸机也来 对不对 那你日美安保条约在哪呢 其实这是安倍在向 美国喊了一个硬话 那个时候 就是说你美国要硬起来 你美国现在太不硬了 老是模糊模糊 没意思 对不对 这是安倍 岸田其实也是这样 岸田文雄现在也是这个样子 大家发现没有啊 也是在像 这岸田文雄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外向啊 外向的这个次长 然后向美国人的舍曼 也提了这个要求啊 日美安保条约嘛 新这个 这个舍曼 最后说的很清楚嘛 还表达了美国参与 日本防卫的决心 他为什么要说 美国参与日本防卫的决心 为什么要向日本人表达 这个决心呢 因为日本人肯定提出了疑问嘛 你美国还要不要 关心一下日本的防卫啊 对不对 日美安保条约啊 安倍 岸田文雄 其实都一样 这些人 他对于美国人提的要求 就是日美安保条约 你美国要执行 对不对 结果呢 美国没实力执行了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啊 讲到这儿的时候 讲到日本人的态度的时候 大家发现没有 日美韩三方的这个需求 是不是出现了问题 三方的这个要求 是不是出现了问题啊 韩国人希望借助美国人 在这儿 在朝鲜半岛 耀武扬威 对不对 然后美国人希望的是什么呢 我既不化一兵一卒 对不对 我也不能伤害我的利益 然后呢 朝鲜半岛局势变紧张 然后的话 从而能够让我美国 在朝鲜半岛这边啊 获得获取利益嘛 最好就是金正恩做核实验 然后呢 日本人提的是什么呢 美国你要执行 日美安保条约呀 对不对 你要参加日本的防卫啊 你得向我表达 然后的话 你是那个舍慢啊 你向我大日本表达 美国到底 参不参与日本的防卫啊 舍慢答了 我有这个决心 总而言之 大家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三方要求的东西不一样 三方之间是有矛盾的 对不对 这个矛盾如何解决呀 那解决不了啊 对不对 那怎么样解决呢 你这自己的实力还足够吗 对不对 美国如果想能够达成日本人所想 那美国就得硬起来呀 他硬得起来吗 在台湾这个问题上 跟中国跟解放军死磕 你磕得了吗 对不对 根本就用不着东风17 东风26 用不着055 用不着航空母舰 对不对 怎么着 远程火箭弹 你美国登陆台湾岛 给我看看 远程火箭弹 给你保证啊 给你管够 对不对 保证让你满意 更不要提中国的这个无人机的能力了 所以说讲到这的时候啊 跟大家讲一下 那咱们中国如何面对啊 这个美日韩看起来 这个小同盟 小盟友 然后的话向中国施压 对不对 借着朝鲜问题 然后的话影响中国的利益 这个事情 我们如何解决 其实根本就不用解决 各位明白吗 他们自己的矛盾还没解决呢 然后的话 对于中国来说 咱们看这三个傻子在这谈就行了 对不对 三个傻子谁动手啊 对不对 中国根本就不用动 中国动都不带动的 谁动手啊 对不对 韩国先动啊 还是日本先动啊 还是美国先动啊 还是你们三方一起动 你一起动 你能怎样 对不对啊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你一起动你要干嘛 对不对啊 然后的话 总而言之吧 这这这看起来五五喳喳 看起来特别的强硬 对不对 然后的话 美日韩三方看起来特别的团结 一起握手 冲着镜头 一脸笑意 问题是没鸟用啊 大家明白了吗 这就是美国 日本韩国 我觉得可怜的一个地方啊 其实讲到这的时候 必须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 咱们如何应对 这三个国家 也不能应对吧 咱们如何看待 美日韩这三个国家 这三个国家 为什么心中所想的东西不一样 为什么人类命运 命运共同体比他们强 其实很简单 美国能够完全跟中国撕破脸吗 最近一个 我觉得啊 大家可能不会特别关心的一个新闻 但是我觉得这个新闻很有意思 就是美国的啊 这个气候的大师 克里他又来了 对不对 联合国气候会议 然后要开会 克里这边大嘴一张 我要跟中国来谈 必须得谈 为什么要谈 大家想想为什么 要谈气候问题吗 要谈的是气候问题 背后带来的新能源的行业呀 中国是那第一把交易啊 对不对呀 怎么弄啊 你要未来 你要经济吗 啊 你还想要未来的经济增长点吗 其实刚才跟大家讲了 那咱们中国根本就不用 不用搭理这件事 谁先动手 不仅是谁先动手的问题啊 大家知道未来是什么 未来是我中国选择跟谁合作 不选择跟谁合作 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 对不对呀 就拿这个这个这个气候问题啊 气候问题 也就新能源行业 你谁跟我合作 我就跟大家讲这一件事情 美日韩你谁跟我合作 谁跟我合作 谁得利啊 对不对啊 美国想不想合作 当然想 刚才跟大家说了 克里 然后的话又说了 要跟中国来谈 那可不是第一次说了 克里说了好多次了 还有谁呀 还有布林肯呢 咱们最近呢 这一次的国庆 人家发贺电 提到了 直接提 第一句就是 气候要合作呀 对不对 要跟中国在气候问题上合作 合作的是什么 新能源行业 都想分一杯羹 这一件事情 对于美日韩来说都重要 大家明白吗 美日韩都跟气候问题相关 美国也 美国是最相关的 对不对 最近这个表达很激烈 为什么 因为欧洲 德国动起来了呀 大家都知道 舒尔福最近要来 哎 大家也可以看一看 这个欧盟的啊 这个这个 这个理事会的主席 人家提了什么 人家也提了 要跟中国合作 为什么 气候问题 你七八得谈吧 为什么 因为新能源行业 中国就是那个老大呀 从新能源的原材料 哎 到这个新能源顶端的 这个发电的 这个光伏产业 再到什么呢 哎 这个新能源的汽车 再到储能的设备 电池 你都离不开中国 中国都是大拿 哪一块我都能拿得出手 无论是从最底端的原材料 还是到到那个上 上面的这些企业品牌 都可以有拿得出手的东西 你美国要不要合作 你美国有什么呀 对不对 什么都没有 那你怎么办呢 只好啊 舔着脸啊 我要跟中国来谈 可是欧洲人已经先动了 对不对 德国人已经先动了 说二次马上就要来了 你美国人怎么办 这时候着急了 这时候又要说谈了 我中国说 我别说 我不跟你谈 我不吭声 对不对 你跟我提一百回 要跟我合作 我不吭声 你也没用 你也占不着便宜 对不对 就得像德国那样 得拎着什么来呀 拎着半手礼来呀 对不对 拿点凤梨酥过来呀 然后的话 你德国才能得利呀 这就是为什么 大众顶着美国人的 那个制裁新疆的法案 大众跑到了新疆去设厂 一个主要的原因啊 他不是说 德国人爱中国 德国人就喜欢中国 归根结底是利益的问题 谁都知道 想要未来 谁都想要钱 谁都想要经济的发展 德国人也想 美国人不想吗 接下来讲韩国 韩国也一样 其实美日韩三方 在新能源 在气候问题上 跟中国的合作是最早的 为什么呢 韩国有一家企业 叫LG啊 LG新能源 其实就LG的电池 然后LG新能源 这个电池的原材料 90% 依赖的都是中国呀 对不对呀 你韩国不跟中国合作 对不对 日本呢 日本其实是最没希望的 对不对 日本其实是最没希望的 尤其是新能源一来 日本的汽车行业怎么办 对不对 日本要不要合作呢 还在顶呢 日本最硬 对不对 又臭又硬 为什么呢 想要维持自己的地位 其实现在日本 如果向中国低头了 日本可能真的是 未来永远起不来了 为什么呢 你日本的历史问题 就注定了 你日本就得挨我 中国人 少说得撒头 别说半个头了 少说得 你得挨 挨他们一米下去 见着我 你给我跪着 那么日本就是这种状态 所以说硬梗着脖子 在这顶 但是 你日本人旁边 这两个国家 日本 美国和韩国 都跟中国 对不对 什么样的关系 所以说 从新能源这一块 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 你美日韩再怎么谈 有鸟用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你说这种新闻 咱们看到最后 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会不会跟我一样 觉得倍儿可悲 你看起来是盟友 其实背后 总为自己的利益着想 而且这个利益 还互相冲突 还互相的矛盾 而且跟 向对方还有要求 对方还没有办法 完成他这个要求 你这个小盟友 三方的小盟友 这有三个国家呀 管用吗 其实这也就代表了 美日韩这三个国家的未来呀 对不对 对于中国来说 理都不用理 我 别说我反对你 别说我那个什么 我拒绝你 对不对 然后我不吭声 你都得担心 为什么 做好自己呀 各位 大家明白了吗 中国走到现在 不容易呀 中国走到现在 并不是说依仗着谁 依赖着谁 中国现在一直以来 做的都是完善自己嘛 怎么样完善的 新能源行业 你不去努力 新能源行业 你不去有 很好的产业的规划 新能源行业 你没有政府啊 很早早的在这一块入手 哪有新天的新能源行业 所以说呢 只要做好了自己 你别说啊 拒绝别人 你不吭声 别人都得担心 别人都得 对不对 拿着 哎 这个凤梨酥来到北京 来谈一谈呢 对不对呀 总而言之 大家看明白了吗 好吧 今天这期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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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各位啊